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Lamago桃园昨天在炸晃巨弹与日本火腿进行第一场交流赛 日本火腿超级新人轻弓性太狼手度亮相 并敲了一只二类安打 费城人太平洋球探部长大慈弥宫给予他高评价 指轻弓拥有退役球精松紧休息的长打能力 以及零木一浪的技术 根据日本媒体Daily Sports报导 大慈弥宫称赞轻弓性太狼的长打能力 有着非凡的才能 这选手结合了松紧休息的Pola林木一浪的技术 他也指轻弓性太狼未来也有可能挑战大联盟舞台 轻弓性太狼特派记者林郑坤社